台积电它明明就是 不只是台湾 它是全球 可以说是前几名 最重要的一家公司 然后可是现在台积电在台湾 却竟然变成为一个 政治上面的攻击武器 这件事情我要请教一下佩颖 这个太离谱了啦 譬如说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 跑到美国去那边告洋状 然后他就说 他就拿台积电出来说嘴 那特别台湾因为要选举 所以台积电明明是一个 可以当作我们护国神山的一家 国际企业 结果现在被打成说 这个是美国来利用台积电 等等等等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 就是先帮大家回忆一下 在马英九卸任前的最后一年 当总统的时候 那时候他的行政员 突然宣布说要开放 这个IC产业的设计 然后大家赫然 很恐慌 因为国内产业 大家很惊吓 说这个是我们台湾 关键的技术 然后同时又传出 中国的紫光集团 其实中国用国家的力量 下去资源 下去投资 等于是中国的 这个国家队的意思 要进来台湾 进来台湾要干什么 中国做法不外乎 就是要剽窃我们的技术 技术移转 然后甚至还传出 想要并购等等 然后又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产业的人才 相关的 所以当时是怎么样呢 当时是有像 志杰老师这样子 其实台湾有将近 五百位的学者 出面来联署 强烈的抗议 而且强烈的要求 政府绝对不能去做 这个开放 好 所以好不容易把它挡下来 否则马英九前总统 绝对会是台湾 今天的一个罪人 因为今天台积电 已经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他对台湾来说 除了是我们的关键产业 关键技术以外 我们在整个全球的 供应链里面 还有我们在全球 地缘政治里面 也替台湾做了一个 很好的后盾 做了一个很好的防护 但是没有人想到说 台湾人到底就是 哪里得罪了 马英九 他都已经卸任总统了 而且我们还在赴 他卸任总统领域 他都已经卸任总统 然后跑到美国去 有一个大学的演讲 在这个演讲的场合上面 对 他竟然还要 重提往事以外 还要说 现在某些人 竟然把半导体 当成是台湾的武器 然后甚至把它跟可能战争 竟然做了一个 错误不正当的连接 我们近期都可以 强烈地感受到 国民党在台湾的国内 是有系统 有组织 然后有意向地 在制造错假资讯去造谣 可是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马英九是前总统 你出国去演讲 其实对世界各国来说 你们国内政党时间 路线意见的起见 这个很正常 但是外交应该是一体的 所有的 尤其是你是前总统 代表台湾出国的时候 大家都会把你的意见想法 当成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声音 结果你不但没有为台湾说话 你要去传播错误的讯息 然后甚至非常非常的失礼 其实他在外交上面 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因为他甚至在这公开场合 是说 意象是指说 美国有部分的国会议员 或美国有部分的政治人物 在介入台湾的选举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 非常非常严重的 外交上面犯的错误 他怎么不勇敢一点 说出来 中共有没有借选 那你前阵人去中国的时候 你有没有对中国政府这样讲 中国有人在渗透台湾的选举 所以我觉得台湾 我们到底是哪里得罪马英九 就当年如果不是有台湾民间 如果不是有这些民间的学者 大家一起还有产业界 大家一起出来阻止的话 马英九已经替台湾 注下一个无法逆转 无法回头的一个大错 现在还在领我们的纳最远 我觉得到底是这样 因为我们念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总统就是马英九 其实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马英九是不是有点笨 他犯了很多错误的决策 我们都觉得说 他是不是比较笨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 他可能不是笨 他是坏 就是说你看 他在国民党的前总统 在国外演说的时候 他特别的办法理拿出来讲 然后国民党的县市首长在台湾 我们台积电这次要设厂 大家要注意 他的那个制程是银奈米的制程 是最先进最先进的技术 所以这是全球 大家都想要抢台积电过去设厂 这是最先进的 但是桃园的这个首长张三正 他什么都没有做 让台积电跑掉了 所以我其实强烈的怀疑说 这个不是因为他的无能 或者昏庸 或者是消极造成的结果 是国民党 他整个政策逻辑就是这样 国民党根本不想要 台湾发展台积电 国民党根本不想要 台湾发展半导体产业 如果按照马前总统这样的说法 他说这个半导体 是被某些人来当作 可能是要战争的武器 他们整个政策的逻辑 是这个样子 所以刚刚这个 楚印有讲到说 地方政府 我们中央跟地方的分圈 你看哦 这个赖清德副总统 他在台南的时候 他那时候是市长 那时候一开始台积电是 5nm的制程要设厂 那时候他也是市长 那虽然牵涉到用水 这个用水虽然是中央的 水隶属的 然后可能有中央其他部会的 虽然是这样 但他没有说 这个都是因为中央 我们地方政府没有办法 所以就做不到 就像现在张三政 还有国民党的 桃园市的议员 帮张三政辩护 就是这样说嘛 都是因为中央没有来帮忙 中央没有来协调 当时赖清德也是台南市长 他也是地方首长 但是有中央相关的这些选择 你要想骂去协调 这是你首长的义务 你首长的能力 比如说什么都推给中央 那我们要学你这地方首长干什么 那后来台积电在台南 先设了五奈米厂 那后来呢 后续又想要再加设 这个三奈米厂区的时候 那时候赖清德已经到行政院 他已经行政院院长了 所以呢 不管你是在地方首长 还是你是在中央部会 倘若你认为这一个建设 这个产业 对你整个地区的发展 是有助于有帮助的话 你就有能力 你绝对 你想要做 你绝对有能力做得到 没错 讲到一个重点了 其他都是借口 对 佩儀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好 国民党你现在应该要 还有张善政 以及这个桃园的这些议员 如果你们认为这件事情 应该要做 你们就赶紧去做 而不用在那边忙着 把责任推给说 都是郑文燦 都是这个苏贞昌 你也帮帮忙 你张善政已经上任 已经快一年 十个月的时间了耶 然后到现在还在那边 甩锅推责任 这个实在是说不过去 但是刚刚佩儀特别提到说 马英九 马英九 对他票房毒药 但是我实在觉得很丢人 就是说有这样子的前总统 他到现在为止 还在领我们的纳税钱 卸任礼遇的这些礼遇金 跑到美国去之后 在那边说 你美国 跑到美国骂美国 你全家都蛮美国人耶 好意思喔 跑到美国去骂美国 你们都介入台湾的选举 怎样怎样的 然后还跑去跟美国说 你们要赶快去叫民进党政府 去承认九二共识 这样子才能展开两岸的对话 所以一下子美国是好人 一下子美国是坏人 你自己 他念法律的耶 逻辑超不清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是 整党陷入一个灵魂错乱的状况 跟陈雪生讲的一样 陈雪老师也要帮大家剖析一下 我觉得马英九真的是要带头 这个造谣 错假讯息 他就是一个 一个素材提供者 但是他是素材提供者 他背后到底有没有可能 是被人家植入脑部晶片 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 其实未来我们在整个政党的现金 或者是很多代理人 或者是心外势力的渗透 你可以看到最近从马文君的案子 一直一路下来 为什么澳洲那个时候一定要立 他们的反渗透法 因为他们的议员 其实长期接受中国的资金 跟包养跟挹注 那台湾的政治人物 如果他有一定的国内影响力 跟国外影响力 却常常发表 比如说对台湾的国际形象 或台湾的国际拓展 不利的言论 尤其利用出访的机会 去发表这样不利的言论 成为中国大外宣的帮手 那真的是奇心可诛 你是台湾人民曾经选出来的领袖 你是曾经台湾人民 把这个政权交给你八年的总统 那么你到外面去出访的时候 你应该做的是 积极的帮台湾拓展国际的空间 争取台湾的资源 结果你反过来 竟然在这种机会 去伤害台湾的国际形象 那让台湾人民非常的失望 而且他都用错假讯息造谣 对这个很糟糕